今天上午有几个朋友在聊天 在推特上聊着 聊着聊着呢 谈到这个学历打假的事 也是那个唐木桥的那个哥大什么东西搞出来的吧 现在已经知道的资料来看 从已经知道的掌握的资料来看 哥大跟他是没什么大关系的 他也不可能是教授求着他去读博士之类的 完了这个笑话完了以后啊 大家都觉得很厌烦这个话题 就仅限于唐木桥这个话题 那么打假男打上瘾以后呢 虽然而然的就要延伸 今天开始有几个推友就开始 说这个孙中山和这个蒋介石的学历 尤其是这个蒋介石 说他是政务学校毕业的 而不是师官学校毕业 聊了一会儿以后发现这个打字说不太清楚 我觉得还是录一段视频 这样呢 可能说的更详细一点 能够说的更详细一点 更放得开 我们都知道这个政务学校呢 它是日本政府当时为了清帝国培养初级军官 成立的这么一个学校 我印象中蒋介石本人在初期的一些演讲中 并没有说他是世官学校毕业 说的也都是政务学校毕业 包括他毕业以后分配到这个陆军去养马去实习 完了以后回国参加革命 没有再继续去完成学业 按照他的这个思想 政务学校毕业以后 他是可以去世官学校 甚至浮育几年以后 可以再进陆大 完全可以走这种军官养成的道路 那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经常提及的一些军校 比较聪明的 留日的军官比较多的 基本上就是陆大和师官 在武学校韩少年提 所以呢大多数人有一些误解 就像我们经常说孙中山先生是博士一样 其实他是个医生 他并不是博士 那传的人多了就是孙博士 也就是一种客套 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一些教授一样 其实也就是个高中文明 对吧 那既然大家的人称教授来说 年龄也比较大 也没必要去扒他 犯不着 吃点东西 把人逼到墙角 并不是一个好事情 那个 我前面也劝过 你看那个伊拉克绞死这个萨达姆 为什么要赶在七十岁之前 七十岁之前 急急忙忙的绞死呢 因为当地有一些法律规定 他们通常不把绞刑这种最终的处罚 终极的处罚 安放在七十岁以上的这种高龄的老人身上 所以我们看到了 急急忙忙的宣布了一个罪名 就把他绞死了 就是为了抢这几天 不要让他的年龄超过七十 让当地的民众有反感 因为这个法律的一些设定 在人们心中留下来的这种痕迹 他不是一个绿条轻易的就能撕毁或者改变的 我们现在也经常遇到这种事 有些人年龄大了 记忆中间出现问题了 或者说他因为宣传的需要 夸大了某些东西 总体上还是要看一个正面 没必要专门对他怼 至少我觉得犯不着 那么谈到这个学历的事 我想说一下 近代中国尤其是因为统战的需要 最近这十来年 又把这个黄埔提得很高 有些人甚至把他誉为一个 什么世界四大名校之一 军校类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包括政务学校也好 师官学校也好 这个陆大也好 他的来源都是德国 日本当时学的是德军 日本当时学的是德军 明智非常崇尚 德军的这个战术也好 因为他觉得需要铁和血 日本当时需要这东西 所以日本从德国引进了完整的一套体系 那这套体系来了以后呢 德皇也确实安排总参谋部 派出了一些军官 来协助日本建立军校 派出最高级别的应该只是一个校级军官 就是我们讲的中级军官 那么这个军官来了以后呢 帮助日本成立了军校 所以日本军校培养出来的参谋 眼界是非常不错 培养将官的能力确实不够 所以我们在二战中 就是这批军校学员出来了以后 在二战中 他体现出来一个完整的思路 就是参谋的眼光不错 而且有很大的这个决心 行动能力相当强 在日军的体系中 参谋是一个非常古怪的这么一个角色 你不经过参谋学校培训 你出来以后没有担任过参谋 完了以后呢 你去日军任何一个部队服役 他这个履历都是不完整 就相当于谁呢 就相当于这个美国军校的培养军官 尤其是资重类的 美国军校培养出来的军官 他有一类比较特殊 其他国家很少有这种情况的 就是他资重类的军官是专门养成的 他不仅仅在军校培训 同时他也会 服役几年以后再去地方的一些 大学深造 木系啊 这个建筑啊 包括资重的物流的配置啊 所以他的自动军官相当专业 日本也是这样 日本很多军官 他必须要 他如果要大用力的话 他必须要让你走上参谋这个岗位 要经过参谋这个角色的断念 甚至提升为这个 大将之前必须要担任教育总监 他这种设定完全是依照德军的配置来的 你看德军在一战二战 训练出来的这些军官 他有一个底气 他就是 他首先大多数德军军官 他首先是个戎客 他属于那种戎客军官团的组成 类似于日本后来模仿他 养成军官的时候 从武士中挑选后代一样 他是有传统的 德军军官经常是贵族 高级军官中经常是贵族 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将军 你往他组上岛 可能往上数七八半都是职业军人 甚至有更多 他是有传承的 他是有荣誉感的 所以国防军的军官素养相当高 他和党位军事完全不一样 那么德国人派遣的这个军官 以及他们的参谋班底 到日本来 组建日本的军校 培养出来的军官 自然也是参谋这一项上比较强 海军是江田岛 你就不能谈了 所以我就讲陆军 那么中国呢 有一些军人 就民国时期的军人 他主要来自于两个地方体系 一个是保定系 保定系实际上也是这个德军的 德军的套路 他也是学的德军 那么完了还有一个呢 就是黄埔 黄埔培养的是党军 他并不是为中国培养军官 他是为国民党 自己培养军官 这个东西反正 现在知道的人很少 因为 有一些人老是分不清 什么叫党军 我告诉你 党军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一个思路 就是我们要用革命的精神 团结进步的清廉 形成我们国民党自己的武装 不再去依托 策反 使用 旧军队 旧军队 他是因为这个思路指导下 才产生的这么一个军校 他首任的校长 当时的选择应该是许从志 就是粤军的总司令 因为蒋介石和许从志是把兄弟 完了以后呢 许从志确实也不愿意离开军队 放弃实权 去做这个军校的校长 所以蒋介石才有这么个机会 蒋介石不管是对孙中山也好 对党内的同志也好 是没有隐瞒他的学历 从他这个地方打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而且你看黄埔培养出来的军官 黄埔 前几期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精英 你像第六期就没有什么特色 第六期比如说这个 出了一个出名的就是戴逸 是吧 他是搞特工的 他也主要是天赋 而不是骑兵科对他的这种训练 对吧 黄埔军校骑兵科不可能训练出来一个情报军官 那么完了以后 我们现在经常提及的都是前四期 一直到林彪这一期截止 是吧 这些将官 包括第一期的胡宗兰 是吧 他踹成的最快 但是你本质上你要搞清楚一点 黄埔他只是一个速成班 他连保定的这个军官养成 那么四年五年他都达不到 像清末还只建了一些陆军小学 他就完全模仿德士 德国他从那个陆军小学开始 一直培养到这个陆军大学毕业 分配到部队 他有十几年的这个训练过程 日本也是这样培养军官的 日本也成立了陆军小学 那么广西 我知道广西是曾经的陆军小学的 其他什么应该还有 我没有注意看 今天只是回答一个问题 简单的提问 我也没查什么资料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黄埔不像后世吹嘘的 那么伟大 那么经典 是这么一个良好的学校 不存在这个问题 蒋介石也算是没什么人可用 因为他名义上统治了中国 就东北一直以后 他名义上整合了中央政权 但其实他从来没有 完全履行过一个国家首脑的 对地方的绝对控制 这个和后世成立的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控制 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蒋介石所有的这个控制 他仅限于大义民分上的一个统治权 在他控制时期 各地都有一些军阀 原本最大的并不是中共 而是张学良的这个东北系 那我们同时也知道贵系 是吧 贵系它分很多 老贵系 新贵系 老贵系也分很多 是吧 最后我们知道的贵系 一般是称李宗仁 贵宗喜 黄少宏 这个广西三巨头 这个新贵系 那么其他一些地方军阀 你像四川的 四川有十几家 打来打去 有的还是亲戚 是吧 这个就没办法去解说了 那么最后 成立的这个 就是成立时间比较晚的 这个中共 它也是一个地方派系 它在前人失败的地方站住脚吧 就是我们说 从民国开始 民国初年开始 陕西这些陕西陕北 这块土地上 曾经定居过 流窜过许多军阀 前期的不太出名的 或者说短期的 我们就不谈了 你后面比较出名的 像冯玉桥 它就是西北系 就在这块地盘上 扩大 衍生出来 投降日本的韦军 最多的也就出自于西北系 剩下呢 你看那个 后世的西北王 像杨虎成 就跟那个 张勋良一阵 剿匪的西安事变 他出了个名 其实他很有名 只是大家不重视他 民国历史上 有两个封疆大帝 是做过土匪的 一个是张作霖 干了几个月 就转向土匪的对手 保险队 成立保险队 相当于现在的民团 跟村里面的人 收租的 各个庄的 收租的 收废 来保护这些村庄 不受土匪的干扰 不受土匪的侵扰 那么杨虎成也是 杨虎成是一个刀客 他也是一个土匪 后来转阵了 做完了 完了以后参加革命 对吧 民国历史上 除了张作霖 就是杨虎成 这两个人都是土匪 摇身一变 最终成为封疆大吏 这种情况很少 很少见 现在很多人不太了解他 其实他这个人很有天分 那么刚才基本上解释清楚这个 军校的事 学历的事 大家注意一下 不要急着 对某一个军校 太着迷 这种学历 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 如果说黄埔训练出来的军官 在中国是一流的 那么中共就不会获取政权 因为中共获取政权的这些军事领导人当中 除了出名的几个 确实在黄埔认过职 绝大多数55年受贤的将军 是没有参加过军校的 甚至没有参加过任何中国当时成立的军校 完全就是低腿的 这种将军里面 比较显著的一个叫陈光 陈光这个人好像现在也很少有人知道他 他从土里刨石 一个农民 放下锄头 到成长为一个可以掌控 一万人以上部队的将军 他只花了五年时间 我们看到很多离腿 很多文盲 他一下成为一个闪闪发光的一个匠型 那么你就会产生一种疑惑 军校的养成没有特别的用处吗 那他要军校干什么呢 这就要开里面对的情况 你看德军在二战中 他的军官素质相当好 他的军官养成不仅仅有军事训练 同时还有音乐训练 甚至还有绘画训练 他的人文素养很高 德军的装备有很多创新 有人统计过二战期间 26项重大的发明 德国占了23项 但是他的战斗力 体现在指挥官的指挥艺术上 以及对兵力兵器 调配使用的这个协调性上 德军大多数时候赢在战术 而不是装备 因为德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作为德国人这个民族 他在工业化的进程中 他秉承了刻板的这种民族特性 他生产一辆虎士坦克 甚至要15万个工时 精益究竟 在这方面他是个典范 到目前为止 仅仅大概是瑞士 在手表加工的这个行业上 超过了德国 日本在半导体工业的规模化上 精细化上超过了德国 其他工业项目上 没有一个超过他的 至少我没看见过 那么很多德军的东西 你模仿不了 你换算到中国现在的这个 我看的这个民国的混战中间 你就是有一支德军 也没有任何用 因为你的对手 他给你进行的是一场 不对称战争 就是我们说的游击战 你主要的对手 是穿上军装 拿上武器 甚至不要军装 拿起武器他就是士兵 放下武器他就是平民 你别说德军 你就是盖世太保来了 党卫军来了 他也得运 国防军就更别提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蒋介石请了德国的退役的总参谋长 来作为军事顾问团的团长 都没有打败共军的原因 那后期也请了这个苏军的一些将军 美军的一些这个参谋团 美军派出的级别比较低 主要是有效法构成的 他不像德国 德国派来一个上将 他那个整个这个外部顾问 几乎没有起到什么特别的作用 除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布谷为营 那是因为共军当时是 布谷他们这个三人团 是吧 李德的这个指挥 是吧 他完全放弃了前四次围剿的这种游击战 他开始给你打阵地战 你又没有飞机 你又光挨炸 你都不能还手 是吧 轻机枪重机枪都很有限 你也打不下来只在飞机 那你就一个个阵地被消失 所以才 每一则才逃跑 这个东西后世把它称之为叫长征 那么完了以后 中国的军官 尤其是中共这一面的军官 大多数 他是靠自学 有的人是在战争中掌握战争的规律 有的是从一些古代军事典籍里面积取养分 我经常跟朋友们说一句话 中国古代的兵数不仅仅只有孙子 我们现在看到的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比如我经常喜欢读的是魏辽子 魏辽说过一句话 百万之众不用命 不如万人之斗也 这句话你把它理解透了 你也就知道为什么中共能够生存 能够发展能够壮大 从几万人扩展到几百万人 因为他们有斗志 他们在创业之初是真的有出行的 他们确实是想改变当时黑暗的这种环境 因为他们来自于基层的比较多 虽然当权的啊 当权的都是这种 小子战阶级啊 士绅啊 都是这种后代 甚至还有几个名人之后 但是他基层的军官 他部队的组成 主要是好农民 尤其是这种射尽压迫 湿地的农民 我们现在知道了 中共为什么会赢 那你现在也就搞清楚了一点 文凭并不重要 我主要想回答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你不要老是迷信 我是黄埔毕业的 是吧 我爹是黄埔的 完了之后 我的傻傻傻亲戚或者 哪一位著名的将军 他是毕业于士官学校的 我自然就比这个政务学校高一级 没有用 除了日军 比较倾向于这个 从士官学校 然后服役 再去考陆大 完了毕业的时候 你是军刀组的成员 是吧 你是前几名 其他的不太成全这个东西 在中国近代是混在了这帮将军中间 有学历的 打不过没学历